南无药师流离广如来 南无药师流离广如来 大家吉祥如意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谈谈如何修学药师法门 这一两年因为疫情关系 多数人的生计都受到影响 曾有菩萨问我说 师父有什么法门能够让众生快速求财满怨的 我说有 什么法门就是药师法门 药师法门有很多个特点 我会慢慢跟大家来举例 我回答菩萨能说 想要求财 我们要先做好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 把本业的技能提升 第二 可以培养第二种技能 尤其是现在这社会非常的竞争 没有多一点技能再生的话 想要单靠一个技能来生存 是有点吃力的 那么第三个呢 也就是我们要多修福报 忏悔业障 俗话说 福报若具足 钱跟着你跑 福报若不具足 你赚再多钱 钱也留不住 我看过很多案例都是这样 那么我们回归到重点 我在上一集有提到 我十六岁龟一三宝 修学大悲咒 准提咒 以及修学密法到现在呢 我将近有十年的时间 都在专修药师法门 那么药师法门以下呢 有几个特点 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 它能够灭罪 灭除业障 根据五千五百佛明经记载 只有我们自成功诵 功念 南无药师流离 光如来的圣号 一切殃罪 西皆消灭 这对我们修学佛道人来讲呢 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因为我们修学佛法 首先的任务呢 就是要灿除业障 所以药师法门呢 第一个 就是能够灭中这一切罪 第二点呢 这个药师佛在第一大院里面有提到 我们今生如果能够好好的修学药师法门的话呢 我们今生是有机会啊 我们这个社神啊 能够拥有跟佛一样的庄业相 具足三十二相 所以呢 端看自己用功的程度 那么第三呢 药师佛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们无论要求健康 求财富 求官位 或求男女啊 皆能够满怨 这里所谓的求男女呢 是指两种含义 第一种 就是结婚很久 一直没有小孩的 那我们呢 想要求小孩呢 我们只要修药师法门 趁念药师佛身后 你想要求生男孩或女孩呢 都能够满怨 就是一种 另外一种呢 也就是说呢 我到了适婚的年纪 可是始终走不到 理想中的另一半 那我们通过修学药师法门之后吧 我们理想中的另一半呢 就会慢慢的出现 在药师佛的加持之下呢 能够顺利找到 理想型的另一半 再来 药师佛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第五大院说得很清楚的 无论我们是否有受戒 或者是已受戒的 未受戒的呢 我们只要修持药师法门 我们当下就能够具足一切的戒体 比修阿撒咪 包括在家的菩萨戒八观这些 这些戒通通俱足 所以又简单叫三具重戒 那如果已受的人呢 我们也许呢 持戒呢 大家都凡夫嘛 持戒可能呢 不是很惊严 持了七分八分 不能圆满 只要修持药师法门 我们的戒体 当下就能够清净圆满 所以药师后面有提到 若犯了这个重戒啊 破戒啊 本身呢 要堕入恶道的 只要我们自成忏悔 断恶修善 不再造恶 不再犯这个戒的 只要自成修药师法门呢 不但呢 免堕这个地狱之苦 还能够怎样啊 让我们的戒体啊 圆满清净 所以 以上呢 是药师法门啊 非常殊胜的地方 像里面有提到 若有女人 若有女人生 只要我们认真修持药师法门呢 都能够打 转女成男 那么这里面呢 也是有两种含义 第一种呢 转女成男的意思就是说呢 今生我们无法改变这个社生嘛 但是来世呢 我们有可能就能够得到这个丈夫生了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啊 像我们佛教界有一些比丘尼啊 修得很不错的 他们的相貌啊 色身啊 性格上啊 就是当下剧组的这种丈夫相 虽然说生理结构还是女动没有错 但是他已经呢 这个心境上已经转化很大的改变了 所以药师法门里面讲的 厌女人生啊 如果说有女人 讨厌这个女人的色身 想要转化的呢 可以修持药师法门 能够得这个男子生 所以它有两种的含义 那么药师法门更重要的一个特点 尤其是我们现在末法时期啊 邪师说法如横而杀术 所以药师法门呢 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若我们想要求得民师 或者我已经加入了这个所谓的邪教团体 或者是不如法的团体 我们想要离开的话呢 只要我们自心修持药师法门啊 在药师佛的加持之下呢 会慢慢的引导我们的走向正道 甚至呢会让我们直育民师 所以我在这里啊 推荐三部经 可以让大家呢 更方便的来研究修学药师法门 第一部经啊 就是大家呢 常听到的 药师流离本愿功德经 那么第二部经呢 就是药师欺佛本愿功德经 那么第三部经呢 是一般人啊 很少人听过的 就是佛说灌顶 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 卷十二 这部经啊 是完完全全记载了整个药师佛的书胜功德 里面也提到 我们要往生三十三天 往生多率天 乃至要往生十方啊 佛国者啊 应当至心恭敬礼拜这个药师流离公路来 只要我们啊 心有所求 断二修占呢 药师佛呢 都能够满众生的一切愿 那么我在这里呢 提供三个方式呢 供大家来修学药师法门 第一个方式就是持药师佛圣号 药师冠顶真言 以及药师佛心咒 那至于说要持多少遍呢 一个人的时间 我们自己量力而为 那么像经中啊 有提到 我们持药师冠顶真言的时候 前面最好摆一杯水 等于说呢 求个药师佛水 那么呢 这个药师佛呢 可以自己喝 也可以跟家人 朋友 乃至我们有亲戚呢 生病的 我们也可以帮他代修药师佛法门 帮他代修药师佛水 给这位病人喝 一样跟108遍 念完我们呢 喝下这个水啊 可以无病延连 甚至临命中时啊 还能够往生流离世界 这是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呢 我们可以每天送一部药师经 然后在日常生活之中呢 可以养成一个习惯 什么习惯呢 我们平常啊 要有这个布施的习惯 布施的对象是给谁呢 给穷苦人 布施医药啦 或是日常生活用品都可以 因为悲心 帮助众生 是药师佛的本愿 所以我们啊 如果能够在日常生活之中啊 行这种善事的话呢 也符合药师佛的这个愿 所以才能够啊 在休学起来啊 才能够跟药师佛啊 快速相应 这是第二种方法 那么第三种呢 就是 多拜药师佛宝餐 这个药师宝餐啊 我们每天拜 或者是你一个礼拜拜一次 我敢跟各位啊 在这里保证 如果你能够啊 坚持拜一年 我们整个人 包括整个设身也好 心境也好 或是人生道路上呢 都会有极大的转变 我们的贵人呢 都会慢慢的出现 所以药师法呢 是非常殊胜的 所以以上呢 是三个方法 供大家来参考 休学 那以下我跟各位呢 非常一个真实的案例 我在2016年 去这个山西五台山 潮山的时候呢 当时认识一位 杭座的一位菩萨 这位菩萨在未学佛之前 本身已经罹患了忧郁症 以及睡眠障碍 他每天睡觉啊 都要吃十颗以上的安眠药 才能够入睡 有时吃的半瓶 还不见得能够入睡 这个问题啊 已经困扰他很久了 虽然说他自从 皈依佛门 修学佛法之后呢 是有个改善 但是呢 仍然还是要靠这个药物 然后他感到很困扰 我们在这个潮山的过程当中啊 我就跟这位菩萨讲 我说如果你对药师佛有信心 你也信得过我的话 那我建议你每天 花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呢 来认真持药师灌顶真言 我呢有教他怎么持送 用金刚慈念的方式去教导他 这位菩萨呢 也算蛮听话的 依教奉行 持送了两年 也就是2019年的过年啊 我跟他微信视频的时候啊 这位菩萨整个脸色身啊 转变得非常的好看 甚至他呢 也跟我讲 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在持咒过程当中啊 他不知不觉的已经把 抗忧郁症的药物 以及安眠药物通通把它戒掉了 他现在是一个完整健康的人 随时都可以入睡的人 他就是因为透过持咒的方式呢 来改善他自己内在的问题 所以就印证了药师记里面所说的 求健康得健康 这是我教导这位菩萨他的心得 所以呢以上啊 修学药师法门的人非常的多 感应士气也非常的多 所以我勉励各位 我们大家呢 都能够好好的来修学药师法门 尤其如果大家有机会 可以去日本或韩国 或者是西藏 这几个地方啊 他们的药师法门啊 都非常的兴盛 非常的很多人在修 反观我们呢 华人这个地方啊 修学药师法门的人呢 反而是比较少的 所以经典啊 有一部经典 哪部经呢 我忘了 曾经看过 他记载很清楚 他说我们啊 三千大千 这个说佛世界的众生啊 若每个人能发心 另一部药师经 或乃是一部 这个佛说的经典 或是嫩言作 能够增加这个天人的这个威德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如果能够 如法的修持正法 不但能够增加天人的威德之外呢 据说呢 还能够让正法呢 继续延长下去 这个末法呢 不会这么快来 所以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啊 应当要升起一个 对任何法门呢 都要有信心 都要有恭敬的心来修学 所以以上是我跟各位分享 要师法门的修学的方法 也希望呢 对大家呢 能够有所帮助 在这里呢 最后祝福大家 身心健康吉祥如意 阿弥陀佛